教養小幫手 把事情擺在一邊 說好好好 可是他還是繼續玩 就是有點小叛逆 我也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的問題很奇怪 就是他這樣會抗拒我們 做的每一句話 Depair運用兒童心理發展 領域十多年的經驗 以及累積了四千多個孩子的 教養個案打造專屬 我們也跟他嘗試溝通過 因為我們的時間 的陪伴比較少 工作性質還有一些 工作時間後來我發現 這個問題還蠻嚴重的 因為他會一直有一種 不信任的感覺 那他畢竟是小孩 他沒辦法理解 那我們只能就是 尋求方法如何去 跟他做進一步的 溝通 透過手機下載APP 寶寶媽媽們可以 診斷出孩子的行為模式 並且去了解孩子 發生這個狀況 背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教養專家也會 給媽媽教養建議 寶寶媽媽去做到目標的設定 每一天去做到執行 就可以看到孩子每天不一樣的進步 每天不一樣的進步 一直都沒有改善 他還是會一直拖一直拖 那爸爸會兇他的時候 他才會慢慢的收斂一點 但是我還想再玩一下一下 我們跟你玩 那你為什麼要生氣 然後他就會 就說 我就 我不知道 我就是覺得很生氣 我不喜歡這樣子玩 然後我會覺得就是 咦他的點 是不是跟我的點不一樣 我要叫他們回來 然後你不回來 我就會生氣 我是一個很被動的人 有時候也會比較不知道說 困擾點在哪裡 孩子的心思 因為有時候我們 以大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去想 媽媽都陪我 那我是希望說 藉由一個 比較知道孩子的APP 可以去找出說 我跟孩子的互動 哪裡出了問題 以前他會常常跟我分享 他在學校防身的事情 我希望30天之後 他會比較多笑容 我們可以找回當初過 跟孩子的那種感覺 你跟我 你所以咪咪 你所以咪咪 你咪 這跳槳實測30天已經結束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成果吧 好媽媽 30天已經結束了 那不曉得 媽媽有沒有看到 小朋友不一樣的展現呢 其實我覺得還蠻棒的 回到家 他會主動拿個功課出來 這中間他就是看著時鐘 他會說 我知道要去洗澡 幫助到他要守時 所以就是有改變 就是蠻進步的 第二點就是 他會比較貼心 然後他現在會比較 就是會主動的去幫忙 親子互動有變比較好 但是他還是覺得時間不高 因為我其實很掙扎啦 因為我工作本來就比較緩雜 其實小孩子的陪伴時間 我是真的比較少 基本上沒有什麼多的時間 陪伴到他 我就覺得我也蠻 對他有點虧欠 育兒通知啊 他會通知你說 欸其實孩子到所階段 他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覺得蠻受用 有一些東西可能我們 之前就遇過了 可是我們不知道要去 怎麼去處理 孩子的情緒 跟我們的情緒 那我覺得蠻棒一點是 他會告訴我們說 欸這個時間可能啊 孩子是怎麼的想法 然後我不用再特別去 花時間去翻書 可以在線上直接找我的盲點 我覺得蠻推薦的啊 他現在會自主性的思考 就是這個很大的收穫 他會自己去思考 因為以前他不會去想這麼多 他就說欸我時間到了 就是要玩玩具 我時間到了就是要看電視 那現在就是會比較有專注 在寫功課這方面 寫功課變壞了 哈哈哈哈